第十四期事先消息来了 前天我们额外更新 很多观众对师傅队成员的口音开玩笑 这说明80后的普通话教育的确不如90后 我虽然也是80后 但是普通话以成德方言为标准音 我这个成德人在口音上占了一点便宜 这一期还是先由我主角 经济教授新闻 8月8日陕西省宝鸡市教育局出了紧急通知 严禁全市学校招收初三的复读生 无论是公办初中 明办初中 还是培训机构都不能招 教育局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宝鸡教育局给了理由 说复读生挤占义务教育学位资源 但这个理由不太好 义务教育资源不够 限制公办初中可以 明办学校不一定有责任 这和培训机构更扯不上关系 而且义务教育到初中为止 毕业后学生上什么培训机构属于个人自由 宝鸡教育局做得有问题 不过宝鸡教育局也很坦诚 说了自己的真实原因 文件写得很清楚 确保审考指标普值比6比4 就是最多60%初中生去读高中 其他40%必须去读中专 读职业学校 6比4的目标不是宝鸡自己的标准 而是国家的考核指标 最近10年中专指标的地位下降 初中生都去读高中 国家希望留下至少一半人读中专 考证的现实情况 国家要求2020年先保证40%的目标 宝鸡市就想刷这个国家底线标准 但是宝鸡市的现状实在太难看 网上有去年的数据 初中每年招生3.1万 普通高中招生2.1万 只有7800万人读中专 所以宝鸡教育就急了 一刀切不许复读 逼初中生去读中专 对上级要刷政绩我能够理解 但是中专的地位下降是全国性的问题 宝鸡市现在情况也不算特别严重 为什么要用涉嫌违规的方法去管学生呢 这里面可能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 国家为了发展职业教育 按学生数量给学校发经费 也给农村学生发补助 中专的学费绝对有保障 去年学费补助是每人每年2000块 助学金也是2000 这位补贴由中央和省里分摊 中央出80% 省里再出一部分 宝鸡市基本是白拿的 2017年 宝鸡市80%的中专生由中央出学费 还有6664人享受国家助学金 带来每年4000多万的现金流入 每多一个中专生 这宝鸡市就多一份国家补贴 国家这么重视 但还需要教育局来强制学生上中专 中国现在是第一工业大国 技术工人的需求很大 中专职业学校为什么不受欢迎呢 前天澳门出了一个新特首 贺一诚 他是极少数不搞赌场的澳门富豪 靠开工厂赚钱 贺一诚当过全国人大代表 去年两会才严厉批评了中国的职业教育 他的评价非常实在 反映了21世纪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现实 过去中专技校都是依托当地国企办学 企业愿意配合 所以不缺设备不缺老师 现在的中专职校 用国务院的文件来说 结构不合理 办学条件薄弱 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加强 企业参与办学的动力不足 这也验证了澳门特首的批评 我们查了宝基中址院校的专业设置 几乎所有学校都开设计算机或者电子技术专业 但实际上宝基的支柱产业是汽车零部件 太和金冶炼 还有煤矿 香烟和西凤酒厂 所以这些学生在本地很难有实践机会 只能听老师讲一点理论 他们将来就算找到工作也肯定不是高收入技工 所以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去中专职校 宁可让他们试试高考的运气 宝基在内地还算工业发达的城市 大多数地区的中专职校和实际的产业只会比宝基更弱 所以送孩子去中专职校的家长对孩子没什么期望 就是希望他们随便混几年 不要十几岁就到社会会上去混 这导致内地中专职校的风气很差 真正有想法的家长不会送孩子过来的 职业学校这么堕落下去 以后谁给中国培养技术工人呢 前面提到了国家是乐意支持职业教育的 中央财政补款 替落后地区的学校出80%的学费 但是恰恰是这些按人头分配的拨款 养活了很多没有竞争力的学校 中专随便编一个时髦专业 忽悠一批农测台的来读书 具有固定的拨款 还能赚学生日常消费的钱 学校当然会发动教育局替自己招生 只要国家继续按学生数量给钱 这些学校就不会死 所以国家平均拨款在一定程度上 反而恶化了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形象 我个人观点 与其平均拨款强制招生 这倒不如淘汰一下 和企业联系紧密的就业供不应求的 那就多给 毕业生只能上流水线的 一分钱都不给 内地的职业学校垮掉一批 剩下的就有竞争力 无论是让学生去到外地 读靠谱的职业教育 还是让有活力的学校到内地建分校 这都比现在的情况好 这或许可以解决将来的问题 但是今年还是没有人去职业学校 那怎么办呢 就算没人去 我也坚决反对教育去报立招事 因为这等于公开宣布 职业教育是列等教育 家长必然会越来越歧视中端 国家不如放开管制 想去高中就去高中 就算80%的人都读高中 这也不用管 几年后 就业市场必然会出现 职业教育供不应求的情况 到时候家长才会承认 职业教育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这学生才有积极性 风气才能扭转 甚至回头再来读中转 第十期事件消息 我提到过一位技巧生 主动从北京大学退学 按自己的兴趣读技巧 现在他是全世界竞争大赛冠军 这说明优秀的技术工人需要兴趣 需要自发的动力 我们既然搞了市场经济 就不能用大锅饭的模式拨款 就不能强迫别人去上学 否则职业教育必然越来越差 这保机教育局的做法不值得学习 说到第十期事件消息 我们那期介绍了一篇关于单身要效的论文 引发了很多争论 很多观众留言提醒 说马前族施工队不会读论文 单身根本没问题 有一个20万点击的视频指出了错误 让我们去学习了一下 那个视频是轻路中医的 在此我首先感谢20万读者的间接关注 也感谢轻路中医做出指教 接下来我请负责这条内容的施工队设计师 做一点解释 大家好 我是马前族施工队的设计师高刘 我先总结一下轻路中医的核心观点 就是马前族施工队不懂什么是OR值 把相关性当成了因果性 吃了单身类药物的人死亡风险高 不一定是因为吃单身死的 完全可能是因为快死了才吃单身 所以不能证明单身类药物有问题 单身还是安全的重要 在这里 我想首先回复一下轻路中医的观众 通过看弹幕看评论 我发现轻路中医的大多数粉丝 并没有搞清楚他在说什么 刚才截图就有一个典型的发言 评论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观点 很显然 这些粉丝以为 所谓相关性就是有的人死前用了单身 而有的人死前也喝了水 所以两者是一样的 这一点 我得先替轻路中医做一个科普 OR值相关性也是有对照组的 我们不仅要证明 用过单身的人死亡风险更高 还要找到对照组 证明不用的病人死亡风险没有那么高 除非你能找到同样条件下 一个不喝水的对照组 否则不能说喝水和死亡风险有相关性 轻路中医并不介意这样的粉丝多一些 但是马前卒施工队介意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当然 扣除这样的粉丝 还有几万人正确理解了轻路中医的批判 说 那篇论文只能证明 用过单身的人死亡风险更高 出血风险更高 并不能证明是吃单身引起了死亡 这个思路是对的 但轻路中医很聪明 没告诉你们数据的采集时间 那篇论文的数据来自2015年 三年之后的2018年 药监局发布第34号公告 标题是 关于修订单身注射剂说明书的公告 2018年的公告明确说明 有出血倾向者禁止使用单身注射剂 你可以认为单身和出血之间没有因果性 但国家药监局已经认了 轻路中医坚持说单身不导致出血 这是拿观众的命换流量 当然 更严谨一点说 那篇论文针对的是所有单身类药品 并不只是单身注射液 如果只拿单身注射液修改说明书当证据 我们的逻辑上还是有问题 而且很多观众反应很快 第一时间主动和单身注射液划清界限 说中药不包括注射液 注射液的问题不是单身的问题 更不是中药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下午跑了一趟药店 买了所有买得起的单身的药品 咱们一起看一看说明书 如果药品上市之前 药厂认真分析过副作用 那么我们质疑它的安全性 肯定需要论证因果性 只有相关性是不够的 但是大家看到了 单身类口服药品的说明书 使用禁忌基本都是尚不明确 这连制药厂都不清楚单身有什么问题 没有分析过因果性或者相关性 在这种条件下 你说相关性没有价值 就好比筑桥洞的流乱汉 笑话别人房租高一样 不过情毒中医的视频也有它的下指 因为它坚持要用因果性来评判中医 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因为中医体系一直坚持辩证疗法 不谈因果性 不搞寻证医学 情毒中医敢于掀桌子 用因果性评价重要 我必须为它的勇气鼓掌 不是所有人都敢挑战整个行业的 刚才大家看了单身的药品的说明书 这其实是大多数中程药的普遍现象 有人统计过 60%的中程药 近期都是尚不明确 剩下的40% 多半也就是一两句话 过敏者禁用 孕妇慎用 这等于什么都没说 我给大家看一下正常药品的说明书 大家看到区别了吧 大多数中程药根本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有效 说不清是哪种成分发挥作用 所以在副作用方面 别说用因果性证明自己安全 用相关性的也很少 中国药监局尊重传统 放宽要求 允许这些中程药上市 但如果有人证明副作用的相关性 你就应该严肃对待别人的批评 而不是指责别人的数据缺乏因果性 毕竟药厂自己也没在这方面做过工作 如果清度中医愿用因果性去评判所有的中药副作用 要求药厂做了相关实验再买药 药店恐怕要撤掉一半的柜胎 这个勇气我是没有的 所以我很佩服他 回头去看清度中医的视频 他的论证想要成立 才包含一个隐含前提 就是我们应该用无罪推定的态度 去评价药物 如果不能用因果性证明药品有害 就应该承认这个药品安全 但实际上 现代药物进入市场的标准流程 是有罪推定 药厂必须做足够的实验 说清楚有什么毒性 有什么副作用 证明药品对特定的病人力大于弊 才能上市卖药 很多中要拿到特许 省略了这个有罪推定阶段 但不能对别人的严肃批判 无动于衷 我说完了 接下来请马督工回来 高刘同学的证据很充分了 我再做一个比喻 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无罪推定原则 所以即便城市里有某一类人犯罪率很高 也不能说这一类人的身份导致犯罪 因为相关性确实不等于因果性 但是在某些单位 比如说情报局 这绝密的兵工厂 我们必须实行有罪推定 对每个人进行证审 审查不过 那就不能接触机密 这个兵工厂就是我们的药品市场 单身类药品这些中程药 就是没经过证审的工作人员 现在我们因为历史原因 可以容忍一些没有证审的人接触机密 但是如果有数据证明 泄露情报的部门 都有很多没证审的员工 那情报安全的部门就没有这一类员工 这保密部门会怎么做呢 这一定会把这一批人都抓起来 至少也要停止检查 因为对于不可靠的人群来说 相关性就是危险 所以说马强都工作时 也更喜欢因果性 但是在中医药安全问题上 死亡率的相关性 已经值得严肃对待 因为至少对于单身类药来说 这个相关性是给药厂填补空白 是在做药厂从没做过的事情 药厂不能拒绝别人给自己治病 最后感谢青鹿中医 给马强都士工队做推广 感谢北京国医酒和医药公司的王岐教授 感谢他要求把因果性的概念引进中医 我们下一个话题 过去两周 亚马逊热带雨林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 目前巴西境内的森林着火点 多达七万五千多个地方 很多国家都要求巴西尽快灭火 但是巴西总统还在跟各国领导人 炒主权的问题 雨林的火什么时候才能灭呢 目前看来指望人不如指望天气 毕竟这里是一个经常下雨的地方 等到九月份春天到了 应该会有一波降水来缓解火灾 指望人力救火 这巴西首先没有能力 它也没有意愿 最后也没有足够的资金 就算今年勉强把问题解决了 明年也会遇到类似的火灾 第九期事先消息我们说过 巴西最大机场被抢走大半分黄金珠宝 到现在也没找回来 这基本说明了巴西正死的能力 救灾它只能是象征一下 现在巴西经济停滞 政府正在拼命压缩养老金 不太可能为了给无人区救灾 这花太多的钱 从医院来说 现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是特朗普特分子 特朗普退出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他竞选的时候也发誓要退出 环保问题对博索纳罗来说一文不值 今年他一上台就立刻签署命令 加快开发亚马逊雨林 这次火灾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砍树开荒的农民太多了 要我说博索纳罗可能还盼着多烧一点森林 腾住空间给中国种大豆 热带雨林是很珍贵的生态资产 无论是烧掉还是砍掉都太可惜了 巴西难道没有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吗 很难 眼下雨林对于人类来说 这几乎就是一次性的资产 雨林的植物生长很快 但是一旦被破坏掉 这恢复起来非常艰难 因为热带雨林的土地太贫瘠了 热带地区高温多雨 雨水把土壤里面所有颗溶解的矿物都融了 随着亚马逊和流津大海 剩下所有的肥料物质都存在上面的植物身体里面 一旦我们砍了树或者烧了森林 雨林剩下的营养物质根本不够重建森林 也许要上千年我们才能看到雨林重新出现 所以人类不能像养猪场或者普通的林场那样经营雨林 只有一次性破坏和原封不动两种选择 但如果保持原样 雨林的经济价值就是一点点旅游收入 对经济的贡献很小 所以很多人会故意放火烧荒 起码烧荒之后还能种一茬地 对此亚马逊大火 很多荒岛组织就说巴西总统放纵农民烧荒 他就是纵火犯 这么说就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拯救雨林了吗 只考虑巴西一个国家的话 情况变越来越坏 这里的根本矛盾是 这个流的雨林全世界得好处 烧掉雨林 巴西起码多了几块农田 所以人类如果希望保护雨林 就需要从全世界收税发给巴西人当补贴 否则巴西人是没有义务替全世界当管理员的 过去二十年 这西非农民为了种可口豆 已经基本把雨林砍光了 巴西人也能为了大豆消灭雨林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一个有强制性的国际协议 但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对全世界负责的政府 甚至没有一个能压服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不是什么好制度 但在生态问题上 国际无政府主义也许是最坏的制度 所以我希望中美两国能够达成一些共识 用两个大国的强制力进行国际转移支付 既从其他国家收钱 也考核接受不贴的国家 保护好了有奖 保护不好那就要罚款 否则只要巴西出现几个星期的感旱 这火灾就一定会重新威胁整个雨林 这几个月球鞋成了非常热门的投资产品 央广网报道 8月19号 26款球鞋的成交金额合计4.5亿元 超过了当天新三版全部公司的成交量 几个重要球鞋交易平台 还推出了炒鞋的三大指数 AJ指数 耐克指数和阿迪达斯指数 都工你会不会投资球鞋 我绝对不炒球鞋 因为我不想交三份职商税 眼下球鞋提货权变成金融产品 第一个原因是之前那些投机产品被炒烂了 比如说区块链 比如说电子储物 很多人在这些产品上亏了一大笔钱 但又不甘心离开投机市场 以赌徒心态想翻本 就想拿剩下的钱 投资一种靠谱的产品 和虚拟币相比 球鞋起码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暂时也有稀缺性 心理上稍微提供一点安全性 所以就被庄家拿来炒作 榨干那些韭菜的最后一盏叶子 现在某些品牌球鞋翻了5倍10倍 完全脱离了同类产品的价格水平 和虚拟币也没什么区别 很多区块链交易平台也在卖球鞋 这个时候进去 最好的结果就是收一屋子球鞋 到孙子利贝尔穿不完 最坏的结果就是交易平台跑路 你连一双鞋都见不着 球鞋变成投资品 另一个原因是球鞋厂商在搞饥饿营销 现在热炒的AJ鞋和椰子鞋 这早年都是限量发售 每款可能只卖几百几千双 甚至还会现区域销售 鞋厂是在故意制造二手市场 让黄牛帮自己吹嘘品牌价值 但是球鞋公司终究还要卖一手鞋赚钱 去年开始 AJ鞋和椰子鞋公司都在增加出货量 准备趁着价格没崩 狠狠地收一额官房智商税 我也没有兴趣给他们增加利率 最后这些造鞋的工厂 大多其实就在国内 他们很容易就能造出和正品一模一样的鞋 现在鉴定真假球鞋的产业 已经升级到文物商店的水平 换句话说 就算厂商不增加产量稀缺性也维持不住 价格也一定要崩 球鞋炒到这个高度 接下来只有交易平台自己只赚不赔 因为他们收的手续费非常高 比如说有的地方既收二手球鞋 还出鉴定证书 服务很到位 但是手续费差不多10% 这是额外的智商税 过去都说中国傻子太多 骗子不够用 现在各种金融产品收割这么多轮 剩下的傻子真没有多少了 我不能再去当这个稀缺物种 好 今天的新闻就聊到这里 我们看两张灵魂配图 FF商同学 想要一只猫填补内心的空虚 左手王同学拿出了励志的作品 希望你满意 我们还在评论区抓住了 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官方账号 很多读者觉得 他应该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成对出现 这希望两所学校的同学相亲相爱 今天的事前消息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青鹿中一 我们周五再见 感谢青鹿中一